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全球化和粮食安全 全世界的人口在2050年会达到90亿 所以未来的粮食安全是大家都非常重视的 全球化的话就是农业要怎么样去跟国际接轨 因为现在的经贸是高度经贸自由化的一个趋势 所以农业本身要透过工业的管理跟服务业贸易等等 做一个国际化的接轨 我会带领同学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台北果菜运销公司 希望透过这样的校外实习 让同学们了解我们每天吃的这些生鲜蔬果是怎么样来的 然后也了解这个农产品在运销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经过哪些阶段 然后多少人付出很多的心血 让我们可以享用这个很好的水果 农业不再只是一个生产性的农业 而是它已经进入到一个新价值链的农业 希望学生能够掌握到这些基本的知识和人文素养之外 也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农业其实是一个处处有商机 可以创造非常多就业机会的一个产业 透过这个课程让大家能够掌握整个社会的脉动 和整个农业和环境未来的发展的一个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